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猫响》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2月15日星期一的中午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易得台仰 大家好 马来西兰的大马尔,马来近 各位罗友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留言最重要是订阅《猫响》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都知道了,今天星期四,不是星期四,年初四 大家年初四这样,都知道明天要上班了 不过不要紧了,我们正向点地想,都玩了四天 年三十都当你有做事了,有四天都算是这样 明天就迎接新一个可以说是新一年的上班日 因为大家正向点开心心,去逗一下利事也好 派利事也好,起碼你都能派 那么本节讲回去了,昨天赤口 看到有时候讲了梁振英,忍不住两天 年初三赤口就向港台工会发炮 不過天天基本上差不多都發炮了 差點要講些什麼了 是不是 是的 803又要告還是怎樣 我剛好看到 沒多久前又講英國法官的選拔 什麼不斷改革這件事 又找得回蘋果的報紙還是怎樣 給大家看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繼續講 對於他的韌力 我都覺得非常印象 他試試跑馬拉松 應該相當不錯 今次回來講哪位呢 另一位 相當正向的就是一哥 相當厲害 我們看一個新聞 我們要另外看另一個角度去看 是不是 見到一哥 很厲害 年初一的時候 他就跑去黃大仙那裏 就跟那些伙計一起逛逛 還是怎樣 那天穿西裝的 不要打胎 跟那些同事 還有其他警員 去打氣 說個嗨 還是怎樣 這個很重要 大家大年初我不管你做什麼工作 感覺上我還要上班 看著人家放假 心也有一點點不是未宜 對呀 不過你雖然都是大日子上班 但是有老闆來打氣 人都精神一點 是不是 還有 見到沿途也有不少市民 年初一的時候 跟一哥說新年不進步 工作順利 有些市民都跟一哥 拍手臂 握手 還是怎樣 要不要派律師啊 不是呀 以那些黃友來說 你這樣派一哥的手 襲警 立刻把你壓在地上 打到頭部血流 他們覺得那角度是這樣的 碰一下拘捕你 警部 他們的角度是這樣的 沒有呀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扭的 哦 那些跟一哥碰 一哥的手臂那些 全部都是藍絲 可以這樣說的 是不是 第二個碰到 未經核實身份碰到 就立刻按在地上 索帶索住 然後就說警部 拖上警車 怎麼說 共同長態 所的嘛 我們想說一下 你們所謂的警暴 暴政 還是怎樣 你覺得一哥還敢進去黃大師廟嗎 你不要告訴我 整個黃大師廟 全部都是藍絲 那你就說黃夏衛都是藍絲 不可以這樣嘛 那就繼續啦 那些媒體都說他 都相當親民啦 早上都十點半才來的啦 都沒有說太早 太早呢 因為大家都逼進去 不太方便啦 那見到很多人都跟他說新年快樂啊 都沒有人罵他還是怎樣啦 那這些時候呢 那些黃友呢 是不是還在睡覺啊 那些區議員 可能是 放在睡覺啊 即是好像陳之衛一樣 放到年一年十八 抗爭有價放的嗎 現在放假就是抗爭啦 放假就是抗爭啦 放假就是抗爭啦 哇 哇 令到香港空氣的負擔呢 那個污染的負擔重了 對 抗爭又高了啦 即是到時候要賴下去香港政府啦 是不是 那你們那些黃友是不是出來追擊啦 追究721 831那些 是不是 喂 你完全呢 喂 懶惰到這樣的 即是你放到年 我初十八才再抗爭啦 那不行的嘛 是不是 林卓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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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師廷呢 林卓廷呢 不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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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卓廷呢 林卓廷呢 什麼都好 不管啦 總之全部都要抗爭在黃大師集合還是怎樣啦 是吧 那 那就 無理那麼多啦 完全啦 這裡已經不見人了喔 其實一哥這段時間呢 有時候那些叫做 風區檢測那些呢 他都有去到現場呢 跟那些警員啊 跟其他... 那這真的是真的啦 同袍呢 一起在那裡 不是說 哎 加油還是怎樣啦 他都不是說家人 是說 哎 多謝 辛苦 辛苦 辛苦那些啦 你講加油呢 就沒什麼意思啦 那年三十呢 其實一哥都有出動的喔 那去到維園啦 和旺角花墟啦 你看 一哥竟然去到花墟喔 八三一呢 是吧 太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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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花墟 你記住啊 那個花墟 其實是太子來的 可以這麼說 那那些旺人 原來連三十萬已經收工了 那些抗爭派 是吧 為什麼完全不見 什麼警暴啊 還是怎樣 完全沒有喔 他們回家睡覺啊 這幫人 就是 區議員呢 就准有多少架就放多少架 放到他呢 放得越多 就代表抗爭多一天 他們向這個香港政府抗爭嘛 那麼放多一天就變成了 是 賺多一份糧啦 對他們來說 也就是 也就是消耗更多 多分的資源啊 啊 向這個暴政 消耗暴政的資源 就是抗爭啊 我們收了你的薪金 那個議員新春大不做事 令到你議會空轉 失去應有的功能 令你坐石山崩 嘩 厲害啊 這個 這個正啊 毒啊 這個 嘩 又有錢收 我吃肥一點 吃肥一點的 那麼都是一個抗爭 拿著位子 哈哈 就是 被人覺得我越批 我在那個議員的位子上越批 就被人覺得他越做不到事 令到政府不能夠正常運作嘛 那 那麼繼續再講一下 那麼一哥呢 之後呢 也都有拍到他去車公廟喔 初三的時候 哦 是 那車公廟 那麼他又換了一身 叫做便服這樣過去啦 都相當不錯喔 都挺忙喔 那麼穿回一套 黃大仙就穿西裝啦 那麼這裡車公廟呢 就去穿一套運動服這樣 牛仔褲啊 什麼樣啦 都 哈 他們說到呢 警暴很恐怖啊 還是怎樣的啊 為什麼有小朋友和一哥合照呢 是啊 為什麼呢 哈 不是應該兩個小朋友哭的嗎 加上一個扯去 哇 別拉我兩個小孩啊 還是怎樣怎樣的啊 naprawdę 對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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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嗯 那 halfway 的那樣 啊 啊 那麼是我要繼續講 哦 啊 是啊 那麼啦 啊 那麼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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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又是這一句啦 他呢 啊 啊 都 evento 咪多市民呢 啊 逃動馬上 呀 啊 不去bones 啊 Mightan嘛www a 啊 一般都可以這樣 advantage..啊 是嗎啊 啊 在那裡跟他們打客氣,說謝謝 記住,臨村今年是沒得扔那個寶蝶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許願樹 那一年扔到整棵樹已經塌了 那一棵是假的 因為我都認識別人住在臨村 都說很怕扔塌一棵樹,這個就太誇張了 你又許願,我又許願,許到樹都塌了,何苦呢? 那也繼續說說,這些新春期間其實警方都沒有偷懶 在大圍、東涌、荃灣、葵坊、青衣、港鐵站 他們最不喜歡的港鐵站 就有搞一些叫做鐵路防罪宣傳行動 就向那些乘客或者商店派發一些叫做防止罪案的宣傳品 例如那個什麼提子提提里的那些輝春和這些賀烈物品 其實呢,輝春都沒有分什麼黃藍還是怎樣的了 最重要是拿個字頭 或者你印提子還是印青蛙還是印豬 那些人拿了都ok的 不過我都說了,最窄小的一個 你拿了有個竟然是7612的QR Code叫你捐錢的 有個皮丘,黑洞啊,皮丘那個口 就是那個QR Code等於皮丘的口呢 向你抹,哇,這樣抹大給錢 這個就不是這麼老禮了 我也都收到那些網友真的聽了我們的呼籲 就是要把QR Code填了它,然後再貼在家裡 對,不要浪費了它 你說拿來就當環保,當廢紙就暫時保住了 都可以的這個,是吧 那麼繼續講一下,哇,穿完便服了 跟著呢,見到一哥又穿著這個迷彩服 我初來以為,咦,是不是玩什麼造型 還是拍短片,還是拍片 剛剛才拍完而已,短片 原來不是啊,原來不是啊 他是穿著一套迷彩服呢 在這個流水鄉那裡附近呢,就巡邏 也都有去,厲害哦 一哥不怕呢,這個叫做長洲賓客人數多啊 都直到去長洲那裡 當然啦,他不是和大家一起那裡逼魚蛋啊 還是怎樣的,就在長洲一帶就視察一下 都有去這個藍水經基地啊 還有去到長洲那裡呢 和那些同仆又是繼續打氣啊 那樣的,那個行程安排得很好啊 看到今次呢,這個 警察的公共關係for這一部分呢 這次做得相當不錯了 那樣的,他在那個迷彩服那裡呢 那有些男的,有些男的阿sir啦 那也有些女的阿sir呢 不是啊,女的Madam呢 都一起在那裡,穿了裝備走 那看到那張照片呢,都拍得相當不錯的 一哥,原來他沒有什麼肚腩啊 當然,你不要說,完全不見肚腩 但是,你小過陳子惟先呢 陳子惟那隻,我想都有三四個月那隻 那隻,沒用搶肥啦 就是你見一哥呢 因為那套迷彩服呢,都挺欺人穿的 因為那個腰帶啊 黑色的腰帶,然後背著裝備 那當然一哥,他不是真的來巡邏那隻 那他就不用太多裝備在那條腰裡的 那就免得麻煩啦 有另外給他一套 基本上呢,穿回整隊的隊形呢 那就已經OK的了 因為這個腰帶呢,你太大肚腩 你就要抱在肚腩對落 如果你的腰夠fit的 那你抱著在肚腩呢,這樣也可以 那我見到一哥呢,都剛剛好 抱得到,都沒有說好,很肉酸 如果一大大肚腩,整個肚腩掉下來 那就不行,整個紅金布 那麼大肚腩呢,那就不行了 那麼,見到這次呢 那些皇友呢,完全是什麼呢 沒有話好說哦 假裝看不到就算了 他們的風格都是這樣的 即是不懂解釋,即是解釋不到的 他們就假裝看不到 他們的慣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由黃之鋒爆訪22小時的那些 是 你見黃之鋒是一句都不回答的嘛 因為知道都不懂怎樣回答 沒得到 沒得到就不會回答 即是你見到現在一哥呢 一走去到處和別人拍照啦 是吧 那麼警員到處巡邏啦 在不同的車工廟啊 黃大師廟啊 或者這個長洲也好 什麼都好啊 你們所講的警暴呢 他們講到什麼警察國家那些呢 什麼什麼隨便 有些人說怕到 很怕隨便要街行 警察會拖出來打 請問打到哪一個呢 即是連叫聲叫大家鬆一點啊 不要太逼啊 還是怎樣 其實都不算太過理會的啦 即是你脫口罩吃魚蛋啊 那些 即是警方都有時候都明白的 即是你過時過節有些位置都挺難避免的 是吧 是呀 嗯 我想慢慢啦 給點時間啦 那些警方呢 其實這次做得相當不錯 是一哥會辛苦一些啦 那一個人要走那麼多地方 要換那麼多不同的造型啦 是吧 這些有夾過的 你看他穿那些衣服呀 那些顏色呢 例如他那套便服啦 他是選擇那隻藍色呢 還有那個外套的牛仔褲呢 你就看他 那他拼了那些 穿著淺藍色衣服的阿sir的身上呢 那他就不會很難得啦 那個顏色 他不會穿紅色啊 那又要和大家 那又要和大家 即是被人覺得感覺上 即是不會像利是方這樣出來 那就不會啦 即是被人覺得 咦你是和我們呢 那個顏色的感覺上是接近的 即是不會說突然間你穿了別的 我不知道大馬上有沒有留意一下 我們這些公關上 顏色的協調呢 一看那些相片出來 拍得出來都相當不錯 嗯 那你們所說的那些什麼警暴呀 又說什麼顏色景呀 還是怎樣呢 慢慢就會消散了 甚至乎他們自己都站不住腳 因為其實他們說不是有心不出來的 是不是呢 如果大家已經人多迫緊 一把火 那次炸香 就整把火 那把火排入這個叫做黃泰仙廟的 如果還有個快必就出來 你們看到一哥都不抗議 你們沒有抗爭意志 你們吃香啦 你 嘩 想被人打扁你 這次是 請他吃香呀 是啊 請他吃香呀 有幾支香 嗯 是啊 有些有這麼大支 所以這段時間呢 譚德智呢 他還在區押索是不錯的 如果他還去黃大師廟叫人吃香呀 還是怎樣呢 我想他 他真的想被人打扁 他做些這樣的事情 你當然 焦了 焦了他的字 那些香 哎呀 好了 我們今節暫時到這裡 辛苦一哥了 辛苦了 那各位阿sir呢 維持秩序了 其實市民都很合作很乖的 沒有什麼太鼓噪啊 還是怎樣的 好 多謝大家 希望明天大家開工順順利利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